各位朋友 刀狼那个创造了音乐奇迹的男人 他回来了 中国时间8月30号晚上的8点 刀狼如约举行了山歌响起的地方 线上演唱会 这些歌迷们说 我们终于等到你啊 开播仅半小时 线上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 一场演唱会有2000万人 这还不是尽头 当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线上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000万人 这应该是空前的了 那绝后不敢说啊 那刀狼没准还能创造在线人数一亿的奇迹呢 6000万人观看了刀狼的线上的演唱会的直播 而且截止到现在 点赞已经超过了6亿 直奔7亿去了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啊 各位 刀狼啊 岁月果然不饶人啊 虽然刀狼稍微的发福 而且戴上了眼镜 但是他依然是歌迷心中那个永远的帅小伙 在若干年以前 刀狼呢 那个时候也年轻啊 那时候可能气性也大 是吧 乐坛的一些黑恶势力联手嫉妒他 然后呢 给他下半子 刀狼气不过 最后一场演唱会 宣布退出了歌坛 这是一首 伴随着我成长心路历程 而创造的一首歌 这首歌 我今天要在这里 就这样的一个机会 像今天在座的所有朋友 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我的刀迷 还有 还有我的新疆 我的乌鲁木齐 谢谢你 退出了歌坛 可是去年呢 他 携着一首 罗刹海誓 回归了乐坛 横扫了一切乐坛的黑恶的旧事力 刀狼 刀狼又回来了 刀狼又回来了 经过了一年的准备和积淀 刀狼的全国巡回演唱会 真的就要开始了 线上的演唱会 只不过是一个热身 开这个门 这个门是它世界的一个扩展 用一个镜面反射周边的一个环境 它也是展现它里面各个素材的一个表现力 何老师 他是非常擅长把民族乐器和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 这也是何老师比较独到之处吧 在灯光设计方面呢 将近用了一千多只电脑灯 去做整场的一个灯光的一个布局 都是以氛围为主 然后做一些跟视觉的结合 是以这个方式来去创作的 刀狼终于回来了 好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 percussion和马铃巴 蔡玉修 好 下面介绍的是我们的 one jazz通管乐队 接下来 接下来是我们的吉他梵天金融 原音乐乐队 接下来是我们的主音机到 原音乐乐队 原音乐乐队 谢谢 接下来是我们的半唱老师两位 赵天卫和徐子瑶 赵天卫和徐子瑶 好 接下来是我们特别特别的一位 小方爷 方正天我们的鼓手 好 谢谢 接下来是我们的金剧打击乐 李珍 王印 王子彦 赵童 罗元吴 四位老师 我们的金剧打击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刀狼的团队中 90后00后的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给刀狼的演唱会带来了经久不衰的新鲜的血液 与时俱进 刀狼的线下演唱会 也将同步进行 他的这个安排呢 刀狼呢 在线上的演唱会中呢 他的30位乐手使用了30种中西的乐器 刀狼与团队的磨合了整整一个月 刀狼呢 他说呢我要把那些真实的民间性情之响绘画为每个时代的山歌 他的这次线上演唱会呢 也算是为了即将举行的巡回演唱会预热 不久前呢刀狼的山歌响起的地方 巡回演唱会已经在成都广州通过了审批或者是许可 巡回演唱会成都站的申报的演出地点呢 是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 演出时间呢是9月21号22号 大家呢如果在当地的话呢可以去看 当刀狼呢这个线上演唱会 每一首快至人口的歌曲响起的时候 刀迷们可以说是泪流满面呢 各位由于版权的原因 请大家呢去看刀狼呢线上的演唱会啊 网友们感慨啊 你从来都是超乎我的想象啊 这才叫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